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等领域对俄罗斯进行多项制裁 作为回应俄罗斯政府表示 自4月1日起 俄方在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 并表示不排除将这种结算模式推广到其他领域 11日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格金表示 美方已使用卢布支付美国宇航员范德海 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费用 罗格金称 目前俄方已收到美方有关此次飞行的全额付款 但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 而付款方为美国公里航天公司 而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据悉美国航天局迫于美国国会压力 选择美国公里航天公司作为中间人 在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为美国宇航员购买了一个座位 去年4月美国宇航员范德海 与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同乘一艘俄联盟载人飞船 飞复国际空间站执行长期考察任务 今年3月范德海再次与两名俄罗斯宇航员 乘坐另一艘联盟飞船顺利返回地球 同学国际表明